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讲解2021年下半年最新的翻墙教程 首先大家先下载微软浏览器EDGE最新版的EDGE 大家看我刚刚下载好的EDGE最新版本 大家看一下 我这就是刚刚下载的EDGE最新版本 微软咱们PC电脑默认浏览器 默认浏览器 今天就带大家用默认的浏览器来进行科学上网翻墙 大家先打开EDGE 先打开 打开完之后大家找到扩展程序 大家先找这边三个点 三个点这边找到扩展 应用下面一个扩展点击进去 扩展点击进去就到这里面了 再点击搜索已扩展的应用程序 搜索已扩展搜索 点这个 搜索所有的附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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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里面找到Gigi 在里面搜索 输入Gigi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选择第一个 Gigi谷歌防御助手 Gigi防御助手 iGigi谷歌防御助手 然后大家找到Gigi谷歌防御助手之后 点击安装 一定要点击安装 安装完之后就是这个界面 看到没有 Gigi谷歌防御助手 拥有免费提供谷歌搜索 还有尤其是谷歌商店 还有Email都可以 然后大家可以打开 大家看没有 然后把它点点绿 它默认的是红色的 大家一定要让它变成绿色的 变成蓝色的吧 变成蓝色的 下面写的是已连结 好 现在连结完之后 大家 大家 大家就可以上网了 大家在上面可以搜索 www.google.com 大家看到没有 我现在输入 www.google.com 点回车键 咱们在浏览器 输入www.google.com 之后 点回车键 就是进入那个谷歌了 然后再输入 us 回车 大家看 这里面有很多 随便点 大家看没有 可以看youtube 视频啊 还有各种网页内容啊 还有图片 大家看 还有各种图片 还有地图新闻 非常多 关于美国方面的图片 关于美国方面的图片新闻 大家看 然后大家随便再点进去 这个 Waker 就是维基百科的意思 大家看 非常好 然后今天 哦 他这个点进去 大家看没有 这维基百科 看到没有 维基百科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EDG 这个浏览器 可以查阅 这些 我说现在大家 呃 大家 我带大家 如何进这个 谷歌 网上应用店 网上应用店 然后大家 在这里面 呃 好 这第一个就是 谷歌 网上应用店 大家看到没有 哇 这个第一个就是 然后第一个就是 网上应用店 点进去 然后继续点 确定 点进去 稍等片刻 好 现在已经进去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现在已经进去了 网上应用店 这里面有 数十万款 几十万款 那个插件 非常多的VPN 供大家选择 非常方便 不过大家一定要 看为最上面这一栏 你现在可以将 呃 谷歌 WB 呃 谷歌WB 这个扩展 添加到咱们的 微软EDG 浏览器里面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键 允许来自其他商店的扩展 大家看到没有 允许来自其他商店的扩展 大家 如果看到这一行 一定要点这个 允许来自其他商店的扩展 点进去 好可以了 允许来自其他商店的扩展 微软 不严重 从第三方扩展 要获取 大家点允许 OK 了 点一下允许 它就可以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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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没有 你现在就可以将 谷歌浏览器的扩展 添加到 你的微软浏览器里面了 EDG里面了 看到没有 非常方便 上面改有提示了 然后大家就在这上面搜索 搜索VPN 大家看到没有 像搜索这款VPN 就非常好用 然后搜索完之后 然后点击添加 点击添加 正在检查 点击添加 这里面就可以 访问各种外网 各种查阅各种资料 里面有三百万款插件 然后点击添加扩展 点击这个 所谓添加扩展 稍等片刻 稍等片刻 它就安装成功了 大家看 它左下边看到没有 左下角 T兆一直在 它正在扫描病毒 左下角 这个 左下角 它这个微软 ETG 浏览器 还可以自在杀毒 自在杀毒的功能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它如果安装成功的话 它都该提示到这里面了 扩展这里面 都进入到这一栏里面 扩展 大家看 这里面 有非常多的插件 供大家使用 在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还可以完定 诶 可以了 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刚刚安装的这个插件 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一键试用 点击一键试用 大家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插件 我现在就正在使用 好 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可以访问 油管 谷歌 Email Facebook 推特 IG 这些都可以访问 点击以知悉 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 看一下 搜索 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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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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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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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视频看油果视频非常稳定 看油果视频看电影什么都非常稳定 大家看到没有还可以翻译日语 翻译 还可以翻译 然后大家随便看一下时下流行 大家看点进去 我现在这个IP是日本方面的IP 所以会显示日本方面的视频 这个是15秒的视频 大家看可以点设置里面 它这里面有字幕什么的 是吧 可以流畅播放 好可以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 还是自己YouTube吧 YouTube大家用的是最多的 3w.YouTube YouTube 点回车 稍等便客 它这个插戒的网速是非常快的 大家不用担心那个油管包放的问题 大家来看这个猫吧 看这个猫 3分钟的猫 大家看是吧 流畅播放 它这个最高支持1080P的画质 最高支持1080P的画质 最高支持1080P的画质 HD的 速度非常快 它这个插件和翻墙插件网速非常快 行使大家就不用再下载第三方浏览器了 就用咱们那个 就用咱们的官方的微软浏览器就可以了 行呢 今天的 呃 关于这个 关于科学上网的翻墙教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诶 诶 launch